上市公司的停牌主要分為短暫停牌和長期停牌 短暫停牌就是上市公司如果有股價敏感的資料 他沒有辦法在最短時間內令到所有人都很平均 都很公平地收入資料的話 他可能會選擇在一個短暫停牌 令到他能夠有適當的時間 去做到這個公告 然後在市場發放 令到所有投資者都在一個平等的 原則上去買賣他的股票 而長期停牌可能是在公司 例如他不能夠根據上市條例的要求 去發放他審計的財務報廟 而在這個情況下聯家送會要求停牌 直至他能夠發出這個審計報告為止 又或者一些公司因為有些犯了一些規例 甚至可能因為他是欠債而導致資不抵債而被人清盤 在這些情況下聯交所都會要求停牌 直至他能夠解決為止 而這些停牌的公司 如果他在短期之內 沒有辦法達到滿足所有復牌要求 他每三個月需要做一次的update 令到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聯交所會要求這些上市公司在18個月之內 一定要復到牌 否則他就會面臨除牌的押運 至於怎樣可以復到牌呢 根據聯交所的要求 他復牌的條件裏面 是需要他們去譬如 如果是因為出不到審計報告 一定要出審計報告 如果有一些行為可能會犯規 或者有人的投訴 聯交所會要求這些上市公司 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 令到這些事件都能夠很清晰 找到原因 和所有問題都能夠解決 聯交所先會 給他們復牌 以保障小股東的利益